寫到杜斯嘉总也是第六年 就是杜斯嘉总大概在第六年回乡省清之后 第七年或是第六年这个地方 就是杜斯嘉总为止 这个是写到杜瓦二苦科为止 还有一个叫做过去现在因果坚 但是他这个有点不一样 他这个是 这个请讲讲这个过去现在因果坚 这个是佛境 这个也是讲佛传的 那么这里比较多 这里有试卷 这个试卷 这个也是有故的 他是写到从蓝灯火的受计开始写 那么这前面也是一样 都是从蓝灯火的受计开始写 都是从蓝灯火的受计开始写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这个前面都是从蓝灯火的受计开始写 然后到杜水利弗幕线 那另外这个第六个 第六个是普耀金里面也有 我们就把所有的佛传 稍微看一下 普耀金有8卷 更多啦 是有附的 他有8卷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 方广大庄眼睛 有12卷 他也是有同本意义 方广大庄眼睛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他有12卷 他有12卷 那这个都是有故的 有故的经典 他是从兜率天下生到酷化释迦种为主 他这个前面是 这个前面是从蓝灯火 蓝灯火受计 开始说 这里是从 从兜率天下生 开始 从兜率天下生 他写到哪里呢 写到一样 这个杜化释迦种 这两个是杜化释迦种 杜化释种 杜化释种 这个杜化释种大概在第六名 这个是第六名 这个是第六名 这个是第四名 这个是第四名 这个也是第六名 这个是第四名 这个没有 这个三家社 三家社是第七名 三家社可能要看一下很方便 这个是第六名 这个是第六名 这个是最早 然后之后 然后我们看第八个 就是杜化释迦的佛传 原本说 越来越多 本来都是一卷 两卷而已 后来就越来越多 有十二卷 八卷 然后这个后来也都是十二卷 纵徐摩厚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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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三卷 大概是最多的啦 那这十三卷里面 他根 根本说一切有故 比奈也获生世 根本说一切有故 比奈也获生世 那我们 我们基本上 根本说一切有故 比奈也 我们都把它简单叫做根有律 因为太多了 根本说一切有故 根就是根本 说一切有故 律就是比奈也 根本说一切有故 比奈也 破生世 跟有律的破生世里面 我们都这样简单啊 不然你太多了 他有写到 他前九卷 他很多 但是他的前九卷 前九卷 他是在写 写这个 他都是有故 他都是有故 这两个都是有故 那 这两个基本上 唯一这个是例外的 就是其他的都是说 佛的出生是又邪出生 又邪出生 又邪出生 那根有律不讲又邪出生 根有律破生世不讲又邪出生 佛是从产道出生 要出生之前 这些天人都围起来 那 那么 一般所有的利点 全部都是讲 讲这个佛是又邪出生 所以他有点不一样 就是可能比较基于事实 好 那么 这个 第十个 这个佛本行基金 这个是最多的 本行基金 基本上 那大概是 我们知道的律人 那大概是这样 那佛本行基金 基本上是 就是 1加2加3 就变成佛本行帐 那到佛本行 佛本行基金有很多 那后来有幼石卷 也非常的多 那 那 这个 马明所说的佛所行战 马明的佛所行战 就叉掉 佛所行战 佛所行战 佛所行战记者非常有名的 马明是一个文学家 他写的佛的传记 前面佛所行战 佛所行战所根据的佛传 基本上 那也是前面的 1加2加3 用起来就变成佛本行战 不是 他是把 把所有律部里面的 不是 就是说 不是这个 是刚才我们写的 这个 从 律部里面 那么出家修行到成功 他也是种人这些的 但主要是 他主要也是写 写这个 到成佛第六年 到回乡神殿 然后晚年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个 律部 出家修行到成佛 然后单身姻缘 然后晚年做最后游行 他也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 在说到的佛传里面的一个内容 佛祖行战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 一律部 然后他就是加上三点 就是出家修行 出家 休息 一直到成佛第六年度四家走 度四走 度四家走 然后 加上诞生的姻缘 诞生姻缘 但是姻缘是后来加上去的 最早的佛传没有 然后 就是后来慢慢加上诞生的姻缘 然后后来晚年 最后游行到入念 这三个 晚年 游行 居思纳游行 到入念 到入念 入念 大概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对佛传稍微 大概的认识 大概大概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老师的印尊佛教师讲识 好 所以他这里说到 大波内盘经也有记载 他说 基本上大概像这里的佛手行战 佛本行经 好 那么这个是现存佛传的全部 那包括我们把 汉义有关 汉义有关 这个佛传的部分 也都列出来给大家看 好 那这个是律部的 那我们写的那个有些是金 就金跟律里面 金跟律里面 有关佛传的部分 那这里只先讲到律而已 金应该不知道在哪里有写 现在这里没有讲到金的部分 所以我把金也列出来给大家看 那 关于世尊出生的年代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考证 非常多种的版本 世尊到底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入念 那其实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这样 各大宗教的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那么耶稣 我们讲耶但耶稣的出生 其实是耶稣出生五百年后 才去决定耶稣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五百 就是耶稣已经过了 耶稣出生已经过了五百年 然后大家才去讨论到底要定一个耶稣出生的日子 那这是基督教或天主教里面 那穆罕默德 可能类似像这些早期的包括孔子 孔子到底确定的日期是哪一天哪一年 基本上也有不同的说法 那佛陀的出生日期 出生哪一年就先不管了 出生日期 那么现在南北传基本上主要是两种说法 藏传的我忘了 不知道是什么 南传的主要是十五日 月圆日 那么北传的是初八 那么这个主要跟记载的所谓半月半月 那么半月如果是三十天 那么月半就是月圆十五日 如果是一个月是十五天 半月就是初八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 世尊出世的年代 由于印度古代缺乏精确可信的历史 就记载了 很难下一个定论 那这里说到 而且印度的历史 印度也不是重历史的 但是佛教的出现之后 印度才开始有一点点重历史 但也不那么重历史 那么他说近代的研究 阿育王已经有相当明确的年代可考 有一些经过考证认为佛是灭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佛 他这里讲到佛教界传说 因为先确定阿育王哪一年做国王 那么就可以确定 世尊到底是哪一年出世 所以有论定世尊年代的可能性 所以阿育王如果可以考的话 年代可考 那么世尊就往前推就是了 因为佛教界传说 那么但是也一次传说 他说阿育王是佛灭 多少年才登位 多少年写的不一样 但是不管就先以这个为线索 所以他说阿育王登位 学者兼领有两三年的出路 那现在大概先依西元前271年登位来说 就是阿育王是西元前271年登位的 就是做国王的 但佛教界一说分圆 就是很多种说法 古老的传说有三个 因为释迦牟尼佛到底哪一年出生 这个是很难说的 那是现在才有在讨论这个 如果你看古代的中国的普及 那个时候佛教跟道教在辩论 因为道教一直说佛教是外来的 那么道教是本土 那么你外来的 你在怎么样也没有本土的酒 那佛教徒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谁说的 这孔子时代就知道有佛了 那道教也是孔子时代 就是老子的时候 但是他以老子为止嘛 但是真正的道教是汉草才有的 其实是张道领 张道领 那么开始创文 那所以佛教徒 因为之前没有佛教史的概念 之前没有佛教史的概念 所以 那么他会说佛陀时代 孔子时代就有了 为什么呢 你看孔子不是讲吗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 此心同此理同 那东方圣人就是姚舜与汤武武周公 孔子这些 孔子讲这个周恩王武王 这个周公这些圣人 姚舜与汤武武周公 这个东方有这些圣人 西方也有 西方就印度 这个印度来对我们来说是西 因为像玄奖望西天求精 所以他说 孔子时代就知道西方有佛 就是印度园均佛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 此心同此理同 谁说没有 那个时候就知道有佛教了 那更早的时候甚至说到 那么 这个山王武帝的时候就有佛教了 反正就是 也是 因为那个时候也 每个人也不知道到底佛陀是哪一年出生 所以就为了要 为了要跟道教辩论 越推越前 然后甚至那个时候佛陀都还没出现 因为谁也不知道佛是哪一年出生的 所以一直推到最前面 山王武帝的时候就有佛陀了 所以这种因为以前的人 其实也不中佛教史 像中国佛教的佛教史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宋朝 宋朝开始有这个佛传 就是佛陀出生 怎样 然后开始写 然后这个 宋朝就开始编佛教的历史 然后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 类传 那么 主要是 编佛教史的主要的两个宗派 一个是禅宗 一个是天台宗 都在正统 什么 释迦摩尼佛传下来 经过世经过世 天台宗就以天台宗的传承为正统 禅宗也编佛教史 以这个禅宗的祖师为正统 开始有这个佛教史 之前其实也不太知道佛祖到底是 只知道在印度 但是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年 甚至后来道教徒就编 说 因为佛教跟道教辩论 那么道教徒都说 其实 其实你看老子 齐清流出寒谷官 往西而去 去哪里 去印度成佛 其实 教化这些印度人 反正就是历史很混乱 那以前的人不知道 到元朝的时候还不清楚 到底是佛教讲的对 那佛教就会讲 其实老子是这个 加设 那么变化的 那孔子是奴童菩萨 那老子是加设菩萨 那么来的 来自度中国的人 大家都随便说 反正也没有 也没有可以考证的东西 那你会去看以前的 论这个 就是 反正就是 大家很混乱 就是没有佛教史的这种概念 好 那佛教史是到现代民国之后才有在讲的啦 那之前就宋朝开始有这种 但是也不太清楚佛那个时代是什么 那到民国之后 甚至是大概是民国之后 大家开始重视这种佛教史 就是说 这是佛教的历史要考证 要可信 那很多 但是我们大部分已经习惯 我们根据的基本上都是拜官原始 或是传记 你像这个真正大唐西医剧 玄奘记载的没有什么人知道 那吴承登写的西游记 大家对玄奘大师的认识大概都是来自于西游记 那对这个曹操跟朱葛亮 由这个的一个官公啊 这些人的记载大部分都来自于三国演义 那证实三国志其实很多人很少不太有多人读过 那这些也很多都是被扭曲的 有些是比较多 那佛教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很多佛教读编 那外道就信外道的佛教就信佛教的 那他这里讲到说 这个十八部论 说一切有部的十八部论里面 这佛教后来分分到十八部了 从大众部上座部分到十八部 就是部派意志论 那么里面 他说十八部论里面 佛灭度后116年 地名巴连福 巴连福其实我们叫做华士城 那华士城是 这个本来摩羯头国的首都是王舍城 那后来阿泽士王不是把他的父亲关起来死掉之后 然后没有多久 王舍城的人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他就迁都 迁到王舍城旁边的一个地方 叫做华士城 英语叫做巴连福 就迁到那里 又简称叫华士城 这个时候阿浴王 那个是 那个地方后来变成摩羯头国的首都 那个是在佛灭后 那摩羯头国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阿浙士王做国王 但是阿浙士王做国王到阿浴王 已经经过很久了 那阿浙士王也是佛陀的那个时代 那阿浴王是佛陀灭后 你看这里是灭后一百多年了 这个城已经经过一百多年了 不过巴连福后来变成一个大城 这个时候阿浴王 阿浴王王 阿浴王王 岩浮体 在岩浮体做王 岩浮体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印度 因此说 如果依 这个十八部论里面所说的 佛灭于西元前387年 如果照这样来考证 就可以大概 推论出佛灭于西元前387年 好 第二个 那么 那么再加上佛 八十岁 所以 那么再加上这个八十 那么所以西元前四六七年 就是灭于 就是灭于 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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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七 那这个灭于387 好 第二个 南传 铜碟部 也叫做赤铜碟部 南传铜碟部的传说 那么铜碟部我们说 其实是 他 这个一般来讲 他们都自称叫做上座部 那其实铜碟部 跟华帝部 华帝部 法杖部 那么引光部 那么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资脉的 同分别缩细来的 这个我看在哪里 看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知道一下 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四十六月有一个图 我们先翻到这边来看 四十六月有一个图 有没有 大众部上座部这个图 是四十六月吗 那么 你看 根本两部是大众部跟上座部 上座部底下 有一个上座 说一切有部跟分别缩部 那分别缩部底下有化地部 法杖部 引光部跟赤铜碟部 赤铜碟部 赤铜碟部就是南传的 传到十里兰卡 所以其实他是 他跟这个化地法杖引光 都是来自于分别缩部 分别缩部是从上座部分下来的 就是上座部跟说一切有部 那么分别缩部底下又分这四部 其实是这样的 那旁边其实如果要分三部的话 还有一个独子部 大概这样 就是三大部 就是根本的两大部 是大众部跟上座部 上座部底下有三大部 就是独子部 说一切有部跟分别缩部 分别缩部底下有四大部 化地法杖引光赤铜碟 其实所以他们的金跟绿 他们的金跟绿 其实跟化地法杖引光 只是说这些都没有个别的 就是只有绿 但是没有金 它是一个整体 金跟绿都是赤铜碟部 那像化地部 它有五分绿 法杖部有四分绿 引光部没有 引光部的广率没有传下来 那说一切有部有根有律跟死送律 大概是这样 那金的话 赤铜碟部 金都是他们的 金都是赤铜碟部的 但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的杂阿涵里面 杂阿涵跟中阿涵是有部的 杂阿涵跟中阿涵是有部的 那么长阿涵是法杖部的 真一阿涵是大众部的 右边那个大众部的 所以 所以就是 其实你说南传的比较根本 其实也没有 看他的分化大概这样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你说南传他是所谓的 他自称最到前面 他是上座部 其实他不是上座部 他就是赤铜碟部 好 那我们再翻回 就是先大概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这个南传的才是根本佛教 其实不是 他就是不派佛教 而且他里面的记长 跟就是你看他的 他是一直分到后面 好 跟我们的法光部 法杖部 影光部 那么其实是一样的 在同一个 同一个支麦里面的 好 我们再往回来看 往回到第八页来看 那么南传赤铜碟部的传说 善剑律 他们有善剑律 善剑律匹伯沙 就是解释律的 那这个匹伯沙是论 解释金跟绿的 都叫做匹伯沙 那么 阿易王自败为王 称王之后 从此伯涅盘以218年 一个至116年 一个是218年 那如果以218年来看 那么世尊的路面 就是先前489年 那么出生再加上80年 就是569年 就是往前算再加上去 好 那总共有三个传说 那第三个 第一个是 十八部论的 第二个 是善剑律的传说 第三个是 异部经世的传说 就是轻变的 他说佛世尊无与涅槃后 经160年 那你看这个116年 跟160年 又不一样了 巨疏魔府楼城 达摩阿易王 支配帝国 好 那 他说 这个可能是 上座部的传说 那总共 因为现在要论证 释迦摩尼佛到底是出生哪一年 然后露灭哪一年 那 出生哪一年 记载的比较少 都是记载释迦摩尼佛露灭 因为这是一件大事 那露灭大家比较知道 释迦摩尼佛出生的时候很少人知道 因为不晓得他未来会成佛 但是 但是这个不难 因为他 他就是80岁 所以只要加上80就好 那释迦摩尼佛 成佛度了很多人 那他要露灭是一件大事 是一件大事 所以这个比较会被传下 好 好 那我们先下课好了 等一下再讲 那我想itations